你有没有发现 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网红家居用品出来 功能被各种夸大吹捧 但是却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最终只能沦为笑柄 在这个过程中 商家是赚得盆满钵满 推荐他的网红也是名利双收 而消费者成了唯一受害者 就比如下面这六样家居用品 有多少人是冲着他们的功能买的 最终却被坑了的 一 多功能S型裤架 衣柜空间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使用一些收纳工具 希望能把多余的空间利用起来 多功能S型裤架的宣传 就是利用长挂衣区下方的空置空间 把裤子一条一条的叠挂起来 使用S型裤架只需要一个衣架的空间 却可以同时收纳五六条裤子 确实是节省了不少衣柜空间 但试用起来超级不方便 裤架上的裤子全都是贴在一起的 在拿取的时候 会出现前后不平衡的状态 想拿出其中一条裤子 就需要把整个裤架都拿出来 非常不方便 而且也不是所有裤子都可以放上面 稍微厚一些的裤子根本挂不上去 属实坑人 二 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真的是风靡一时过 一句万物皆可无油炸的宣传 就把它推上了当年的小家店销售榜首 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一两台吧 空气炸锅最大的优点就是 不需要把食材完全放进油锅里烹炸 只需要少许油 甚至不需要油 就能吃到油炸口感的食物 无油炸更健康 这是它的优点 但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食材没有经过油脂的浸润 只是把其中的水分烤干了 所以在口感上 无法达到油炸般的外酥里嫩 而且由于食材是在密封的炸锅内 无法及时观察它的熟透情况 所以经常不是烤糊了 就是没有熟 很尴尬 另外 空气炸锅被弃用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好清洗 它不像普通的锅具 可以直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它底部和顶部都有加热圈 是不能泡水的 只能擦洗 基本很难完全清洗干净 这也就是为什么空气炸锅的使用次数多了以后 烤出来的食物有一股酸色的塑料味的原因 三 豆袋豆袋又称懒人沙发 听上去好像是给懒人的福利 其实只要你用过一次后 就知道自己被这个名字坑了 它真的不好用 豆袋其实就是一个布袋 里面包裹着泡沫颗粒 躺上去是柔软的 但是你躺上去和起来的这个过程很狼狈 豆袋放地上是低矮的 你要躺上去就需要先放低自己的重心 趴下去或者跪着躺上面 起来的时候也需要用手肘支撑 另外成年人躺在上面的时候 要么是脖子没有支撑 要么是腰部和臀部悬空 整个身体是无法完全放松的 很难受 如果你想清洗布袋的话 就需要把里面的泡沫颗粒全部倒出来 它们会飞得你全污都是 吸尘器都吸不干净 四 恒温杯垫这个东西不能说它完全是智商水 但是用起来就是觉得很坑 可以说是既实用又鸡肋 说它实用是因为它确实可以加热 比如放在办公桌上给玻璃水杯里的水保温 但是如果你想用它来加热 那真的要劝退了 用恒温杯垫加热牛奶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十分钟后尝一口是冷的 再过十分钟后 只有最底下有一口热的 加热效果特别差 如果只是用它来保温 确实没问题 但是加热功能比较坑 不过话说回来 保温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保温杯呢 还更方便 五 酸奶机 很多人都喜欢吃酸奶 又担心外面买回来的有太多添加剂 就想自己动手做还能省点钱 于是就入手了酸奶机 说实话 酸奶机本身并不是很贵 但是要做酸奶 你除了酸奶机外 还需要牛奶 均粉 白砂糖 酸奶储存品等 而且过程比较长 发酵好后还需要冷藏一晚上 最后发现 自己做的口感总是偏酸 远远不及超市买来的好吃 六 卖饭时不粘锅炒菜糊锅 确实是很多人做饭时的苦恼 因此当卖饭时不粘锅出来的时候 在商家和网红的吹捧下 大家争相购买 但是买回来后发现 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智商税啊 很多人以为卖饭时不粘锅 是用卖饭时做的锅 就像铁锅是用铁打造的一样 其实卖饭时不粘锅和卖饭时 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它只是在普通锅具的表面 加了一层卖饭时色的涂层而已 涂层很薄 如果用铁锅铲或者烹饪一些 带有尖角的食材 比如炒螃蟹时 涂层上就会有明显的划痕 要不了多久 就会看到涂层有明显的脱落 没有了涂层的不粘锅 就变成了粘锅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听商家 或者网红的推荐和夸大 一定要理智选择购买 不跟风不冲动 理性消费 才能减少被坑的可能